这是化神级大佬诸葛神侯 难得一见的一次出手 他得知自己的义女诸葛青青 被林洛石抓到了将军 所以特意前来带回诸葛青青 不曾想林洛石早就已经恭候多时 就等着诸葛神侯自投罗网 诸葛神侯自认为就算不敌林洛石 也有八分的把握逃走 因此没有废话直接到明来意 要林洛石交出诸葛青青 废话少说 交还是不交 特就得看能不能过得了这关 诸葛神侯见林洛石不肯教人 当即用出了最强绝招食指剑弓 林洛石靠着金梅萍的帮助 武功登风造极真挚化镜 却也丝毫不敢小觑诸葛神侯 他运起了看家绝学火焰神功 对上了诸葛神侯的食指剑弓 两大高手打的是难解难增 二十几招过后 两人开始比拼起了内力 弄出的动静拧来了冷血 冷血眼见林洛石被拖住 连忙回到房间找到了诸葛青青 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可以趁机盗取金梅萍 在冷血的带领下 诸葛青青来到了存放金梅萍的密室 随后冷血转动机关 打开了藏有金梅萍的暗格 冷血取出金梅萍的一瞬间 触发了林洛石的布置 一道金光进入林洛石的体内 得知金梅萍被盗走的林洛石 立刻摆脱了诸葛神侯的纠缠 施展轻功来到冷血两人的头顶 诸葛神侯紧随其后 与林洛石互拼两掌不分胜负 得知冷血也是一个卧底 林洛石顿时被气得不轻 要冷血赶快交出金梅萍 诸葛神侯则是心存疑虑 因此并没有出手帮助冷血 冷血无奈之下 只好独自对上了林洛石 可惜仅仅不到三招 冷血就被林洛石打倒在地 掐住脖梗无法动了 诸葛神侯见两人不似作戏 这才打消一律去救冷血 却不想林洛石抓准时机 一拳将诸葛神侯打成了重伤 冷血圣怒之下想要反抗 被林洛石两拳打飞出去 金梅萍也落到了林洛石的手中 寒狼捕蝉黄雀在后 无情出现抢回了金梅萍 林洛石见无情安然无恙 知道自己被冷血戏耍得不轻 当即就要出手杀了无情 幸好诸葛神侯拼尽全力 替无情三人挡住了林洛石 而诸葛神侯自己 却是落到了林洛石的手上 半个时辰后 兔大师带人来到了中一堂 要铁手赶快交出金梅萍 这把铁手弄得一脸猛逼 他根本不知道无情和冷血的计划 无情已经死了 冷血变成了你们的人 你们抓走了青青 我没找你们算账 你们还跑这来要人 你们可真会演戏 冷血根本没有杀死无情 兔大师说出了将军府发生的事情 铁手和林小刀这才得知 一切都是冷血和无情的算计 兔大师也撂下了狠话 要铁手通知冷血和无情 若是不交出金梅萍 他们就等着给诸葛神侯收尸 画面回到将军府 林洛石的心中得意至极 他前半生一直忌惮诸葛神侯 做起事来束手束脚 没想到如今的诸葛神侯 竟成了自己的阶下球 谁知诸葛神侯文言不怒反省 嘲讽林洛石自认为老谋深算 却被他的几个弟子耍得团团转 还丢失了武林智宝金梅萍 他们那点功夫想跟我比 他们也许现在不公 可是你别忘了 金梅萍在他们手上 只要他们得到金梅萍的功力 我想你一个人 是阻挡不了他们四个人的 你老费